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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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內衣的趨勢 的確在過往幾年有很大的轉變 特別是最近疫情的關係 其實以往可能會比較著重 我是否舒服 我是否穿得很性感 但尤其是疫情開始 其實你會發現多了人 是覺得 其實我穿一個內衣 不只是去求其他人 希望自己都會穿得開心 穿得舒服 而更加多一件事就是 不只是看自己 亦都看對環境的影響 因為我們都很希望 就是我們在這個環境 我買的所有東西 都不會導致這個環境有太大的壓力 無論在物料採購 或者是生產過程 都是對環境做得好一點 而這件事正正就是 我們合龍的一個很大的優勢 因為在很多年前 其實維持能力 已經是我們公司的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亦是一個很重視的一個範疇 合龍是一個世界領先的內衣供應商 我們有做鐵牌的生產 我們不單是客戶給到我們的設計 我們也有跟客戶一起去設計 他們不同的內衣的產品 我們的產品線 包括女裝內衣 包括胸圍 複製 泡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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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有自家的品牌 有Dawina 透過自家的品牌 我們透過B2B 和B2C的平台 去推廣我們的產品 其實我們有幾個銷售渠道 超市 特別的內衣零售商 接著也有一些mass market的客戶 最後就有online和B2C的客戶 合龍的理念很簡單 我們有三個重要的理念 第一個就是開放 第二個就是創新 第三個就是可以順賴 我們不會故步指封 我們會跟著世界 跟著我們客戶 跟著消費者的需要 我們不斷會變化 要變化 我們一定要創新 做生意 我們不只是對著我們的客戶 我們有我們的消費者 國家 很多的員工 我們都希望是一個共融 是一個大家互相合作的群體 創造一個可持續的價值 這個就是合龍的理念